阿里山是台湾著名的觀光景點 嘉義縣政府就推動了鄒族文化園區 悠遊巴斯茅達諾劇團的演出 現在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後疫情時代 觀光產業的發展吧 嘉義縣阿里山鄉的鄒族文化部落 悠遊巴斯茅達諾劇團 在台灣疫情降為二級後 2021年8月22號終於演出第一萬場 吸引大批遊客前來觀賞歌舞表演 嘉義縣長翁張良 園民會委員汪啟勝等多位長官都前來參加 悠遊巴斯董事長鄭宇平表示 有表演者從第一場跳到第一萬場 也非常感謝所有粉絲的支持 為了防疫採取梅花座 讓民眾都相當安心 阿里山的悠遊巴斯非常的了不起 在整個疫情期間他們承受了下來 今天解封了以後 整個降級做一萬場的演出 2010年成立的悠遊巴斯連續獲選嘉義縣傑出表演團體 更是鄒族指標性的團隊 多年來參與許多國內外的演出 用傳承分享豐富鄒族的文化內涵 近年跟培養年輕世代成立藍色楓葉演唱組合 獻唱了兩首創作曲 白色力量 記憶中的旋律 動靜皆宜讓人意猶未盡 我替這群孩子感到驕傲 因為有他們 今天的演出裡面有很多 是從第一場跳到第一萬場 那他們常常會講一句話 說董爸我們不是舞者 我們是文化使者 重量級樂團獵戶座 今天也回娘家獻唱 台灣我的故鄉 海豚英在線 穿透力十足 讓全場尖叫掌聲不斷 為演出畫下完美的句點 希望他們可以把他們的文化 一直在持續下去 今天特別還是回到這個地方 來慶祝這第一萬場的演出 它有相當大的意義 悠遊巴斯董事長鄭玉平說 他對這些表演的孩子感到驕傲 他們把自己當成文化使者 傳成文化理念 尤其在疫情降級後 可以帶動嘉義地區觀光產業的整體發展 記者 吳瑞欣 李佳金 嘉義報導